那如果要出门当然就需要代步工具 然而最近全球受到了热浪的影响 台湾今天冲上38.5度 美国华府则预估周末将出现摄氏38度高温 专家也警告电动车可能会因为天气过热 影响了续航力 而在南欧的巴尔干半岛 还因为高温造成电网不堪负荷 发生了跨国性的大规模停电 红绿灯不亮 让大小车辆在路口塞到寸步难行 交通大乱 就连机场的手扶梯也停止运转 旅客只能抬着行李用走的 只是在南欧的克罗埃西亚 因为停电让当地陷入混乱 受停电所苦的不止克罗埃西亚 整个巴尔干半岛西部 包括波士尼亚 蒙特内哥罗 还有更南边的阿尔巴尼亚 这几天全陷入供电危机 动不动就停电 原来巴尔干半岛西部 这几天高温都达到摄氏38度 也让各国电网不堪负荷 出现大规模停电 这波北半球的热浪 甚至影响到美国东岸 整个美国有超过2.6亿人口 正被超过摄氏32度高温的铁虫笼罩 天气这么热 影响的其实不止人体 还有电动车的健康 可便以为电动车只怕冷 其实也很怕热 美国研究显示 只要气温飙到摄氏35度以上 电动车的续航距离 最多可能缩减三成 电动车消耗电力 是为了让电池冷却 才会影响续航距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专家建议电动车车主 停车时可能得选阴凉的地方 来保持车子电池的健康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尽管电池制造价格下降 让电动车价格也在跟着下降 但近来在美国市场 电动车的销售状况 却不是很理想 这一年来的跌幅 来到了8.5% 特斯拉不仅要降价 甚至还推出新评价车款 而且现在还遭到爆料 工厂堆满了新车 库存难以消化 里程焦率似乎依旧是不少人 犹豫要不要买电动车的 主要原因 变动车竞争激烈 尤其指标性大厂 特斯拉就被爆出 产能过剩危机 库存水位大幅提升 甚至有人发现在他们的 德国柏林工厂附近 疑似堆放了大量的新车 因为有数据显示 原本在2023年库存只有2% 2024第一季还有46000多辆没卖出 占总产量的10.7% 目前美国电动车库存天数 更是来到了136天 比起所有汽车平均78天还要高 为了吸引买气 特斯拉降价求售 还打算推出新平价车款 过去一年价格下跌了8.5% 但是美国市场这样反映 相较于油车也会受影响吗 进口美国肌肉车外汇车商 认为电动车的价格不断更动 但不至于牵动整体市场销售 因为被归类于高价位的豪华电动车款 销售依旧亮眼 而且价格下跌后 势必会影响到的 其实是二手电动车市场 台湾的价格是联动美国的 只要美国一降价 台湾大概管个三天左右 早期的特斯拉 它的价格是蛮稳定 因为台湾缺车 但因为现在车子太多了 而且特斯拉其实在最近 其实卖得不好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那促销活动的时候 当然新车一载的促销活动 中古车的价格就很低 但是在保值的部分 目前看来 所有的中古车的价格 跟我们的油车的跌幅差不多 没有说比油车差 但是以往是很保值的 但现在跟油车差不多 如果一个五年车都删的话 大概还有一半的价格 虽然电池的健康程度 确实有人担心买来后就得修 不过真的要坏 达人说其实蛮难的 而且目前趋势下各国都在大推电动车 也有补助优惠 再加上价格下跌 民众买单吗 德勤集团他们之前做过调查 访谈了两万六千名的消费者 他们来自二十五个国家 发现不少人在挑选下一辆车的时候 依旧是想要选择油车 不过愿意买纯电车种的国家排名 分别有韩国 中国 德国 以及日本 而且日本的消费者 其实他们更愿意选择的是 插电式的油电混合动力车 充电桩的部件一定是以 人口密集的大都会为主 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就是东岸跟西岸 是人口跟城市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当初的这个充电桩的建设 集中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但是美国人很喜欢跨洲旅行 所以你只要从东岸跨到西岸的时候 或者要中间的时候 中部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充电桩反而是 比较不便利的 这时候对于消费者 确实在日本可以在家中 设置充电桩的少之又少 纯电车的需求在当地市场比较低 但有车媒做过相关调查 其实对于电动车的资讯不充足 依旧是充电地点 还有后续的后勤保养 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连政府补助方案都是不太了解 因为用车习惯 再加上缺电焦率难解 降价恐怕不是让销售数字 好转的领要 TVB新闻 钟德荣 西游伦台北采访报道 而物价通膨跟高房价 也加上了民众的生活压力 更会让中产阶级产生 无力感跟相对剥夺感 尤其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让人频频出现躺平放弃的念头 专家也示警 一旦所得或是财富的不平均 持续的严重 也会让社会的安定性受到冲击 而高房价更让不少北漂青年 感到相当焦虑 三餐随便吃都破百元 有感于物价通膨 饮食涨幅明显 感觉钱变薄了 而说到买房的梦想 确实也是无形中一股压力 我北漂又还要还学贷 所以买房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遥远的目标 你看到身边的人 虽然可能他们年纪 是打你五到十岁 或是更年长的人 他们已经有在买房了 或是已经付了头期款 或开始在还房贷 当然也会觉得 我是不是假设我到 在五个年之后 我有办法达到吗 如果去做一些类比和联想的话 确实会觉得它是一个压力 面对高不下的房价 买房似乎遥不可及 倒出不少人的心声 特别是对于固定领月薪的上班族 对生活容易产生无力感 房价或是物价的高涨 然后让他们过去同样的 这个努力的这个付出的程度 可是现在却达不到 这个五子登科的那样的 这个就是结果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 会产生还蛮大的无力感 还有相对剥夺感 看到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去不公平 那么心里的这个感受 很有可能就会 有些就会选择 就是边缘化 然后就是躺平 尤其财富分配的恶化 贫富差距扩大 跟中产阶级的消失是有关系的 而中产阶级不只是单看所得 还要有愿意工作 具有足够教育水准 再来也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因此牵涉层面广 而中云院认识王平认为 和产业结构甚至是教改制度 都脱离不了关系 其实最赚钱的产业 就是基本上就是ICT的这一块 而且ICT里面 如果用两码来看的话 偏重在就是少数的几个 譬如说晶片跟那个 跟那个IC的设计业 有赚钱的这么少几个产业 所得一定是更会集中 我们要深切地体验 台湾教改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太快速的平民化 本来能够在这个技职教育体系 能够发展到非常好的中产阶级 也消失了 高薪太过集中 导致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的现象 而想要往上爬翻转人生 也得靠教育扎根 不只是教育机会要平等 王平认为大学普及化 也会造成人才挫折 伤害中产阶级 到了大学以后好像都是普及化了 这个受到教育没有一个专才 他出来以后毕业就是失业了 然后还有一些人毕业以后不愿意就业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了不起 他是大学生为什么要去做一些 这个技职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教改其实是一个 对于台湾的这个人才的错配 教育要改革 其实我觉得到目前这个 大概已经开始在做了 可是台湾最不容易改的地方 是教育制度不能改 另外财政政策专家也点出 台湾的课税问题不可再被忽略 在股票市场 其实我们看到这价钱指数这样子的账 很多人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证券交易所的 其实都没有交到税 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去检讨 就是资本利得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资本利得 根本就没有放在税机里面 那把这个部分的税纳进来 那我相信可以有助于 就是让这些资本所得者 负担合理的税负 那今天也可能可以让薪职所得者 助税负担可以轻一点 因为房地合一税的话 基本上这个空地税还是要加重 不只是民用地 不只是那个住宅用地 也要包含工业用地 因为工业有很多企业家在养地 一阵水也要赶 台湾定到20%就挡住了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对小孩子不是好事情 因为他们拿了这么一大笔钱 不一定能够成为中流砥柱 贫富差距扩大 为何是一件必须重视的事 因为一旦中产阶级族群 部分都是往低层走 而非往上爬 对于社会的稳定性 势必带来冲击 基本新闻 李延志就有宣台会报道 贫富差距的扩大 让所谓的中年危机也提早出现 根据调查 英国人平均在大约35.8岁 就会遇到中年危机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压力包括工作经济 家庭方面都跟刚出社会的时候 很不一样 因此时常会更容易 感到焦虑 所以资商师特别提醒 记得要适时的排解压力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原本无忧无虑 只需要顾好个人生活 而现在肩上的负担 多了育儿 还有买房的经济压力 也要更加关注父母健康 张先生坦言 和刚出社会 那时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异 22岁毕业的时候面临的就是就业的压力 对那我觉得这个压力差很多 现在就遇到可能父亲生病 然后可能小朋友的 就是确实是夹在中间 那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忧愁 像白头发这个也长不少 中年危机是个常见的名词 而这个中年是几岁 因人而异 大多接近40岁时候 根据统计 英国人平均在约35.8岁 遇到这个危机 意大利人却是直到64.2岁 才到达情绪低点 心理学上 有人生满足感的U型理论 青少年很高 接着逐渐降低 直到约45岁最低点 接着随着年龄增长 满意度又会回升 中年这个阶段 我们承担最多的责任 责任未必一定的 带来很巨大 我们无法承担的压力 但它势必的是 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还有体力去承接的 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 因为步入中年了 我们绝对不太可能 我们的整个的体力 心力上面 还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这么样子的有活力 事实上男女应该没有差别 只是女生比较愿意求助 女生是很明显的求助行为 是比较积极的 男生可能很多人 当然就是要表达这种焦虑 软弱 或者是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 人设上的困难 造成中年危机的并非更年期 男女都会遇到 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更加困扰 担忧自身魅力 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 同时各种青年未承担的事情 接踵而来 焦虑感随之浮现 外界的压力 生活上的事件都是蛮多的 我觉得有时候也蛮喘不过气的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中年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我们心里正在 慢慢变化的一个阶段 到老年 也许就是对小孩长大了 然后你那个难关也过去了 然后你也退休 那或许好一点这样子 就是现实上 那另外就是说也许有的人中年 他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真的有好好思考 所以他其实经过了一个过程 他就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年长者不只比较能坦然 面对错失的机会 又一种状况是 对未来不像年轻时 在抱有过高期待 但医师还是强调 每个人遇到状况不同 并非各年龄的情绪都相同 而是都在学习找学自己的价值 我可能就是午休 利用午休 因为可能回去做完家事 可能晚上11点 12点 我可能就不会利用那个时间 再去运动 我就是透过这个午休 短短的时间 然后我去跑步 或者去偷偷篮 对 然后晚上 可能我做家事 脱地 晒衣服 不做衣服的时候 我就听耳机 听音乐 然后去做压力的排斥这样 不要定一个 让自己过度的劳累 或者是说 其实就是不太现实的一个目标 因为那个只会让自己的压力过重 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就更焦虑 不要为了我们冲刺事业 或者是我们照顾孩子 或者是老人家 我们就忘记照顾自己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千万也别忽略压力调节的重要性 TB的新闻 玲珑士周游宣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 您每天喝几杯咖啡呢 生活压力大 很多人靠咖啡提神 甚至一天三杯起跳 有人选择不吃早餐 空腹喝拿铁 喝完之后再赶着上班 或处在一个压力紧张的工作环境 有人年纪轻轻二十多岁 就因此得了胃溃疡 喝咖啡是现代人的习惯 根据统计 台湾平均一人一年要喝到 一百二十二杯咖啡 喝咖啡有一些好处 可是对于有胃肠疾病 特别是有消化性溃疡 或胃食道逆流的人来说 喝咖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如果不喝咖啡最好 那如果要喝的话 不要空污喝 空污的话咖啡因的吸收会更快 对胃酸的刺激会更大 那造成的症状会更明显 那第二个 如果要喝的话 黑咖啡会比拿铁来得好 拿铁主要是牛奶的成分占多数 那牛奶是高蛋白 会刺激胃酸的昏迷 所以如果切不掉要喝 还是以黑咖啡最好 咖啡现在几乎是一般人 生活上面时常必备的饮料 那可是又偏偏有不少人 喝了咖啡之后会觉得胃不舒服 那所以在肠胃科的门诊 时常会被病人询问到说 医生我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 以及喝什么咖啡会比较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那很多人喝了咖啡之后 确实会有些不舒服 食道阔跃剂收缩与咖啡因的剂量有关系 咖啡因是一种带有苦味的化合物 它会透过许多途径 像是口腔和胃内的苦味受体 来刺激胃酸的分泌 并降低下食道阔跃剂的功能 所以我建议有胃食道内流的人 要尽量减少咖啡的摄取 美国的哈佛大学的研究 7,931个人的研究证明了一件事情 咖啡喝了之后 胃食道内流真的是出现 而且是相关 那现在因为咖啡因 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它会刺激胃酸 第二个它会影响睡眠 所以一般我们期待就是说 如果是长辈 我们希望在中午之后 尽量不要喝咖啡 除了胃食道内流患者 要减少咖啡摄取 一般人来说 建议一天不宜超过三杯咖啡 也就是咖啡因总量超过300毫克 不仅可能引起胃酸内流 还可能导致心悸或头痛 量一定要控制 适当的量会带来一些好处 那过多的咖啡会带来 消化到疾病的一些症状 也会带来胃酸内流 或者是胃溃疡的胶状 水果 蔬菜 膳食纤维 或者是维他命A 是可以降低溃疡发生 不过对于吃的刺激性食物 例如麻 辣等饮食 会引起互动的人说 建议您尽量避免 这类刺激性的食物 来减少造成互布的不适 拿铁就是比美式多加了牛奶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牛奶 有蛋白质的成分 会导致我们胃酸分泌的更多 虽然说拿铁里面含有牛奶的成分 它在刚喝下去的时候 其实会迅速中和胃酸 没有错 但是它因为这个牛奶成分 里面的一个蛋白质还有钙质 都会促进这个胃酸 在后续的一个分泌的高峰 拿铁深受大家喜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拿铁 像是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病友 咖啡因和牛奶都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进而加重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的症状 而高胆固醇病友 拿铁中的牛奶含有饱和脂肪 对于高胆固醇病友来说 摄取全脂奶可能会不利于血脂 拿铁中的牛奶所含的蛋白质和钙质 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而牛奶中的乳糖 对于乳糖不耐症患者而言 也容易造成腹部的不适 所以我建议有乳糖不耐症 需要限制蛋白质或控制热量的人 黑咖啡会是比拿铁更好的选择 医师提醒想用咖啡又避免胃酸过多 或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等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其实第一个关键就是在喝咖啡时 要让自己的情绪是不要处在紧张或压力的状态 尽可能与医师充分沟通 了解身体状况 别让疾病恶化 TVBS新闻 颜瑞生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